我是林海斌Benny 我是應用學習課程 鐵路學畢業生 我現在在香港中文大學 讀工程是學士學位課程 以前小時候 公公會經常帶我去鐵路博物館 和大會中立大樓看火車 在每一個年代 不同等級的車卡 有什麼特色和不同的東西 就開始對鐵路產生興趣 從而令我有一個很大的夢想 就是要成為鐵路從業員 後來就想去做鐵路工程師 我在鐵路學中 有不同多元化的活動 除了上課之外 我們會出去參觀 參觀車廠 或者是青衣控制中心 在車廠中 可能會有一些無疑駕駛的活動 例如模擬駕駛列車 也可以嘗試操作不同的儀器 我就可以在這個課程中 體驗到 我可以在將來應用出來 應用學習課程中 學到一些處理不同危機的情況 例如車站火灼 或者信號故障等等的問題 對於我將來做鐵路從業員 或者是鐵路工程師 這些信號工程師 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 其中一個比較難忘的經驗 就是在我們的功課裡 有一個專題報告 就是要求我們幫一個地方 興建或者優快鐵路系統 我們選擇挑戰自己 選擇澳洲首都坎培拉 去興建鐵路網絡 規劃人偶的需求 或者是一些地理資訊的需求 搜集資料 然後就建立了一條輕貴的網絡 其實就得到我們的導師的肯定 以及支持 我知道它是對機械 又或者是一些鐵路方面 比較有興趣 所以有時候我教導一些問題 和鐵路或者機械相關的時候 它是會特別多一些問題 我會形容它是一個很主動 和比較好奇心大的學生 我覺得它讀了鐵路學之後 它是更加清楚 和確定了自己的方向 在中四的時候 我又帶它和另一位同學 一起去參加了一個趣味科學比賽 在比賽中 我留意到Benny是能夠結合 物理科、鐵路科的知識 再加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觀察 例如售賣機和玩具車的裝置 它是能夠將這些組合結合出來 去製作一個器具 我覺得如果同學 是早點發現自己的指向的話 其實無論對它的學習 或者它將來場面的發展 都有一定的幫助 在中三選科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早點的準備 去選一些 跟它將來發展相關的一些科目 首先我在物理科學到的功率 其實和我在鐵路學中 學不同的車種 是有一個非常密切的關係 另外就在我電腦科 資訊和註訊科技裡面 學到一些無線射頻技術 其實都可以用在車的訊號系統 其實對於我來說 這兩科和我的鐵路學 是非常大關係的 大家都可以用回大家的知識 我將來想成為鐵路工程師 我已經讀了鐵路學 現在再讀工程學 整合了兩科的知識之後 我可以將來升讀相關的科目 和從事相關的行業